LOOK8 然後括號裡面是 根號2加根號3 注意哦 可能弄沒有弄 弄給你看清楚 這個是根號裡面還有根號哦 然後減掉根號2 減掉根號3 那這個題目怎麼算呢 剛才同學在解題之前 跟同學大概聊一下這個狀況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分開來思考一下好不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分開做 我先教你兩個方法 兩個方法 我們先看紅比起來的方法 根號2加根號3 這個可以怎麼做你知道嗎 我們曾經有說過類似的題目是 根號裡面還有根號的話 怎麼把它消掉 是不是應該用那個完全平方的方法對不對 可是前提是 小根號裡面這個 第二個根號裡面這個根號 前面該係數是2 可是它沒有嘛 所以怎麼辦 我要補給它 那怎麼補呢 看一下哦 它應該寫成1 4 然後呢 4加上2根號3 看懂我寫什麼嗎 其實是我這邊寫個乘以4 然後把4補進去 你會變成2 所以這乘以2乘以2 就變成它 有沒有 我們把乘以2變成4 乘以2變2根號3 所以我會不會有4分之1 我看一下對不對 沒錯 出版變成4了對不對 等一下哦 不對不對不對 我好像想錯了 這裡應該是 根號2分之1才對 因為乘以2變成3根號3的平方 加2根號3 再加1的平方 我把4猜成3根號1 因為它就變成4根號3的平方 加2根號3 再加1的平方 對不對 我把4猜成3根號1 因為它就變成4根號3的平方 然後它就變成4根號2分之1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根號 看得懂嗎 我把4猜成3根1啊 然後那3呢 我會故意寫是根號3的平方 因為我讓它看得懂 它就是A平方的意思 然後2AB 2乘以根號3乘以1 就是2根號3嘛 那加B的平方 看懂了 結果它就變成4根號2分之1 然後呢 變成是根號 因為它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所以要等於A加B的平方 會啦 然後可以把它削掉 根號跟那個平方削掉 所以等於 根號2分之1乘以 根號3加1 這樣看懂嗎 會啦 所以拉回這個地方來 所以 你到底為什麼我願意寫這麼長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我可以利用相同的結果 我可以算出來那個 2-掉根號3 再看根號這個結果 其實可以寫 突然寫 寫根號2分之1 然後變多了 根號3-1 對不對 所以 我只寫一遍 我可以知道這個結果是相同的 只是把那個正符號改一下就好了 會啦 所以我知道LOG8 把那個原式 你知道嗎 原式 就等LOG8 然後我原本是要寫一遍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已經畫了嘛對不對 畫減所以要等於 把它等於 根號2分之1 根號3加1 加上 哎 減掉東西 減掉 根號2分之1 根號3-1 然後中瓜 看懂嗎 這個部分就是那個啦 一個那個 根號2加根號3這個 然後減掉這個就是根號3-1 根號2-2 根號3這個 所以等於 LOG8 好 這個呢 兩個不是有根號2分之1嗎 提出去 好 所以剩什麼 根號3-根號3剛好消掉 1-1呢 變成1加1 2 2 看懂嗎 會啦 會啦 當我寫這樣子的時候 我就發現題目就變簡單多了 為什麼 因為答案就會變成了LOG 這個8改了多少 2三四十方 然後這個呢 其實是多少 根號2分之2其實是根號2吧 看懂嗎 它其實是根號2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我現在旁邊給你看好了 根號2分之1乘以2 就變成了根號2分之2嘛 那你再重乘以根號2 乘以根號2 那不是等於2分之2根號2嗎 所以其實等於根號2的意思 阿根號2等多少 它是等於2的2分之1次方 然後你要重新整理一下 把那個2分之1提到前面去 然後把3提到前面去 變成3分之1 對不對 所以變成老平成就是LOG 22 所以答案出完答案就是 6分之1 回來好 還沒還沒還沒結束 這個是方法1 方法1 好 我用藍筆去解釋我要講的方法2 方法2 方法2 方法2是剛才同學講到的說 可以用假設的方法 令的方法 我們令 令什麼東西 我們令 LOG8 根號2加根號3 等於x 所以x是我要答案 然後把8重半移過來 所以得到什麼結果 得到結果是 根號2加根號3 減掉根號2 減根號3 等於8的x4 從定義嘛對不對 從LOG定義把它算出來 看懂嗎 會啦 然後接著辦法 兩邊同時幹嘛 平方 會不會 兩邊同時平方 所以平方的結果 這個當然可以 把稍微寫一下 它等於2的幾次方 2的3的幾次方嘛 對不對 所以平方的話呢 就變多 變成的是 根號2加根號3 減掉 根號2減根號3 等於2的3的幾次方 這也有2四方 對不起 會啦齁 可以 好 接下來我給我看一下看喔 請問你 這個展開變化 變成a平方-2ab加b平方吧 請問你 這個的平方多少 不就是2加根號3嗎 因為把根號加掉了吧 減掉2ab2乘女 好 先慢一點好了 2加根號3乘女 2減根號3吧 2ab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加上b平方 這個平方又把根號加掉 變成2減根號3 然後等於這個變化 2的6的幾次方吧 對不對 好 結果發現根號3 跟負根號3 可以消掉 對吧 好 然後等於2 來 減掉 兩倍的這個得多少 這個是不是很像a加b乘A-b 對不對 請問你 a加b乘A-b的多少 1 那根號1呢 還是1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2 然後等於2的6的幾次方 然後剛好這個 2減2加2 他不是2嗎 所以你的結果是 2會等於2的6的幾次方 2不是等於2的1次方 所以x解數 x多少 6分之1 所以跟你上次的答案是完全一樣的 那當然是 藍色的會快一點點 藍色會快一點點 紅色的話就是可能要做很多的那個 反照的計算 這樣子 會啦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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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